来关注防汛方面 南都记者从7月13号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了解到 今年入训以后 国家防总国家减灾委 已先后14次启动应急响应 共派出25个工作组 商财政部共下达11.55亿元中央救灾补助资金 按照国家防总分工 水利部聚焦超标洪水水库失事 山洪灾害三大风险组织分析研判 科学调度水工程 共蓝蓄洪水532亿立方米 资源自愿部强化地质灾害监测预报预警 落实群测群防各项措施 成功避让地质灾害128起 应急避险5,055人 中国气象局严密监测各种灾害性天气过程 每天滚动会商天气 截至7月13号6月以来 中国气象台连续40天发布暴雨预警 以上新闻由南方都市报播报 更多内容请查阅南方都市报APP 按照先启订阅各种灾害者 资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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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